澎湖县政府为落实社会福利业务之推动 集中各界力量 协助政府办理社会救助业务 从募救助经费 发挥救助功能 改善贫困民众生活 特设立澎湖县政府社会救助金专户 以关怀弱势及时提供救助资源 协助遭受重大变故的家庭度过难关 现阶段收入来源有民间捐款 专户资席 中央补助款等 110年度续执行急难救助业务 与专户编列总年度预算 新台币51万3000元整 实务银行业务编列40万元整 县长赖峰伟表示 政府资源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 县府本则照顾弱势族群的责任 努力埋合外界资源 来提供更多元的社会救助服务 今年度6月底址 实务银行共结合26个民间善心企业 团体个人等 每核金额含物资市值达新台币940717元整 并由实务银行于三节庆活动办理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发放关怀物资活动 让民众的爱心能够让弱势家庭倍感温暖 澎湖社会福利工作沉蒙各界善心人士关心 指定用途捐款支持县府办理社会福利工作 县长赖峰伟对于各界的善心表示感谢 记者王海龙报道 一定要